來自新北市福山部落的福山國小 泰雅族的學生們 唱出山林裡的好歌聲 慰勞工局公布第六屆 新北庇護好禮記者會開場 今年的庇護禮物 是來自喜漢和庇護工廠 所推出的玫瑰花蜜 羊肝橙果 包種橙香 和皮籠炒乳酪口味的餅乾 再加上在地包種瓶林茶罐 所組合成的花彩飛揚禮盒 我們新北庇護禮推動很多年 我們希望一直希望 產品能夠創新 所以我們很感謝喜漢和庇護工廠 他們願意接受我們勞工局 把技術專家導進去 因為技術專家導進去 我們可以在品質上 還有我們的包裝上 有更多的創意跟想法 大家互相來合作 讓喜漢和產品的品質可以更好 同時也符合喜漢和他的工作流程 同時也讓這個包裝 展現出我們平安兒的一些更好的一個效果 所以今年就用這種方式 來形象我們的新北庇護好禮 包裝精緻 蘊含著喜漢兒庇護工廠的員工們 用心製作了餅乾禮盒 勞工局希望能夠散播更多的愛 到台灣各個角落 發起了送愛到偏鄉的活動 希望新北市的激養家庭以及全國的偏鄉孩童 都有機會收到這份禮物 派社會各界一同響應 他的心態跟我們一般人一樣 他希望他可以從工作獲得成就感 那所以他尤其在像我們今天這個活動 我們又可以把他們做的這個產品 送給也是其他有需要幫助的人 包括激養家庭的孩子 包括山上部落的孩子 對他們來講他做的東西 除了一般人好吃讓他有成就感以外 他對這個社會有一點貢獻 其實他們跟我們一般人一樣 他們的那種喜悅 就會讓他對於整個生命的價值提升 他們是非常有感覺的 他們非常喜歡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可以參與 勞工局預計要目擊 15911盒的花彩培養禮盒 送給新北市的激養家庭 還有偏鄉的弱勢學童 讓第六屆的庇物禮盒的設計更加有意義 從幾日起民眾可以透過 新北市庇護工廠的網路商城 新北市喜安兒庇護工廠訂購 或是踐洽新北市勞工局 來洽詢相關的資訊 數位天空新聞 新北市板橋採訪報導 我們要看到楊石 非常亮麗的笑容